我覺得這個寒流現象 倒是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 開始要做一些控制 幫助一些控制 幫助一些進場的部分 因為我們觀察到 很多次的活動裡面 我覺得進場就太過激情 那個時候會反而有一些 操作的空間 安全的問題 然後甚至有一些 在場的民眾 有的是會要爭相跟他握手 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推擠 一些推擠 人在這個激情當中 難免會有肢體多一點 像前天我們在台北的 台北市這樣的活動 也是進場的時間 也是很擁擠 然後也是大家很激情 很多的朋友是椅子倒了 他就會掉地上 所以我覺得未來這一週裡面 我覺得萬事莫如安全重要 包括參加者的安全 還有這個當候選人的安全 我覺得對於未來10天來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在會場的控制上面 我覺得激情的部分 我覺得過去這兩三個月來 大家已經看OK了 已經領略得好激情 但是在韓國瑜的人生的部分的安全 然後在於這個會場的秩序的維持 我倒覺得要花一點心力 我覺得要花一點心力 那我覺得這個恐怕是 所有的主辦單位要特別注意 特別是明天 傳說有這個5萬到8萬人 會參加這樣的造勢活動 你場地比較大 場地更大 激情度會更高 熱情更高 那個對會場秩序的控制來說 我覺得是主辦單位要思考這個問題 那麼大進場 花了半個小時大進場 那對於韓國瑜來說 也是個體力的耗損 真的也是個體力的耗損 你看出來很多的場合裡面 看到他已經就是襯衫全部都濕透 那在這個進場的過程當中 前後擠 然後旁邊要顧及這個握手 旁邊還有一些人要去做一些 要做一些那個區隔 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要小心一些肢體的衝突 會不會有人在裡面造勢 或者去推人家 那我覺得這個會造成一些後續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未來韓國瑜 聲勢起來了 我覺得要開始穩扎穩打 要把票或往下降 把它吹出來 然後把票到這陸地裡面把它吹出來 不要讓這種 這種突發事件 而把後面選舉的主軸把它亂掉